被包养的时候,老男人邀请其他男人一起观看 那一刻我是没有了尊严,我有一段不堪的过往 我之前也被别人笑话,但我现在觉得无所谓了 我现在只想用我的自己亲身经历给大家分享一下 十年前,我给一个六十岁的老男人 比我爸还老得很多的男人当了整整五年小三 但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那么的年轻 我也不想给这样的老男人当小三 可是那个时候我太需要钱了 我才能够真正体会到没有钱寸不有蓝行的滋味 因为我爸身边很严重的病 每天的费用都是非常高傲的 已经把我压得闯不过去了 我男朋友家庭条件还很好 当时我想跟他借一笔钱分担一下 解决一下我现在的一个人们自己 可是他一听到我要提钱的时候就变怜了 说我爸这个情况是个无底洞 他说他的钱十五八九会打水票 我哭着求着他 我说我爸这个情况还是有好转的 只要有一些生机我就不想放弃 我也不想看到我妈每天都这么辛苦 又要照顾我爸 又要兼很多坚持 他拒绝了我 推开我 我走掉了 回去之后我就跟他分了手 我说我家里太多问题了 他也无论为例 那个时候我是特别特别的绝望 我甚至还想如果说有谁愿意答应救我爸 我就可以什么都不要嫁给他服侍他 可是我没有等到那个能够拯救我的 却等到了一个六十岁的老男人 他很直接很大方说我爸的费用他可以全部出 还说可以每个月给我一笔钱 条件就是被他包养 他有那个需要的时候我就无条件的受到他 听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再看看他脸上褶皱的松垮垮的皮肤 还有身上有一些老年班 我真的有种无比的反胃和恶心的感觉 他说可以给我一两天的一个考虑 考虑清楚之后就去某个地方找他 我听说过那个地方很高级 不是一般人能住的 当时他似乎知道我就是一定会答应他 所以他显得并不着急 那天我去医院 我看到我妈一脸憔悴 就跟他说没有钱呢 难道就这样子放弃了吗 我真的特别难受 我觉得我自己一点用都没有 那个时候我就想起了那个老男人 我心里是很抗拒的 但是我不想答应他 可是现在是没有其他选择的一个机会 我那个时候无论如何 就无论看着我的父亲在那里受惊折磨 我转头一看跟我妈说 放心吧我可以解决这一切 那一瞬间我妈迟一勾勾的盯着我 好像看到了希望又觉得不可置信 问我钱从哪里来 我说我从信用卡借的 再跟一些其他关系好的朋友借了一下 我说他们人都挺好的 都会借的 但其实我没有跟我妈说 我信用卡早已经透支 朋友同事已经借了差不多 他们也要生活 当时我真的是无路可走了 于是我就联系了上了他 他说他可以做到第一时间 把我爸所有的费用给缴了 那个时候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终于不用那么累 不用那么大 不用那么大压力 后面我才知道我不过只是那 不是不过只是从一个坑 跳到了另外一个坑里 一开始我对这个岁数的老男人 不能玩 就是说很有慈怀的态度 觉得我应该可以轻轻松松赚下这笔钱 他的精力确实不及灵气人 但是他很会玩 玩的时候特别变态 我怎么没有想到一个灵气这么大的招牢头子 会这个样子 比如说有的时候他自己玩的动不了了 他就会叫几个男的一起 然后他就自己坐在一旁看着 有时候他会搞一些其他的变态玩法 什么用绳子绑着我呀 然后用鞭子抽我 不是那种轻轻的 而是抽到那种皮肤变红 甚至会出血的那种 我不敢叫他大大神 因为他不许我叫太大大神 不然那个时候他会抽得更厉害了 那个时候我就更惨了 这样还不如忍了就算的 反正只要你想不到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他不敢做的 后来我爸病好了以后 可是我已经习惯了 有钱这种随意挥霍的这种日子 我再也不想过 以前那种没钱四处求人的日子 虽然被这种老人包养 还是挺痛苦的 有时候也会难免有一些皮肤之苦 但是就是说经常身上会净一块净一块 但他包养我的时候 钱还是真的有吸引力的 我很难拒绝 本以为日子就这样子继续过下去 我也能够过得很滋润 结果突然有了一天 这个老人说不想包养我的 原因就是 他遇到了比我更年轻 更漂亮的女人 所以当我给他 当了五年的小事以后 我还是被他给踹了 踹了之前 他给我的一笔费 说当事散减费 这种包养 本来就是也没有说 谁出了钱 谁就说了算 就是虽然我还是想继续被他包养 这样给我钱 那个时候我就想老男人给我这笔钱也不少能够我和家人用很久很久 可是现实永远没有这么简单 它总是会出现一些出其不意的一些复杂情况 有一天我身体很不舒服 我就去医院做了警察 警察的结果很糟糕 但是我也能够接受到那个范围之类 不过有的时候 就是得了那个妇科疾病 以后想要孩子的话可能会很困难 就算怀上的话也很容易流产 这比什么癌症啊 什么性疾病之类好多 至少不会殃及到我的那个生命 只是可能会影响我未来的生活 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 身体上的这些病我可以慢慢的去调节 大不了我这位子不嫁人了 可是在某一天洗完澡 我光溜溜的站在镜子前 我看了一下眼前 指示一下自己 当初被老男人包养 被多个男人一起 和绳子上绑着我的样子 一幕幕出现在我的眼前 突然我觉得自己很恶心 身上起了一匹鸡皮疙瘩 还用力的捶了一下镜子 镜子破了 而我的手也刮破了血 于是我马上把所有家里所有的镜子 给测了 因为我不想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觉得自己的身子很脏很恶心 后来我去看了一下心理医生 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效果 因为我没有勇气说起来 所以说最后的话还是慢慢谈了了 因为我想治好我自己 但是我现在这个情况的话 还是有所好转 也能够正视一下自己曾经的那段过去 思想前后我还是决定把它给说出来 也算给一些人敲响警惆吧 被男人包养 靠男人才能生存 你就会越来越习惯享受这种生活